主席各位委员 大家早安 我们现在检视 从1999年来 为防止本土型的金融风暴 金融业非专属本业以外的 营业税率自5% 调降到2% 而且调降了3% 拿去抵消 预期的债权 提列准备为呆账 过去10年 平均每年金融业应缴交的3% 非专属本业以外的 营业税拿去抵消呆账的 每年平均高达300亿 严重的导致国库少收 根本是扛人民之铠 补贴金融财团的损失 形成企业成本社会化 收益却私人化的情形 我们现在检视今晚会公布的 今年本国银行 逾期放款比率 截至102年2月底址 以连续13计 低于1% 而102年2月的资料为例 38家本国银行 与期放款比率 皆低于2% 与期放款的比率 这个为0.42% 显见原政策目的 既已达成 原提案要求附增 3%非专属本业以外的营业税 另外我们要讲说 2011、2012 从2010、11、12、13 到今年 主计总处统计各行各业 年终奖金发放的状况 前三名都是信用合作涉业 财产保险业银行业 然后再讲 以2012年已经发放的 平均全国发放年终奖金是1.4个月 而金融业平均是2.7个月 而我们讲 个别银行动辄20几个月 动辄20个月的年终奖金的发放 这不是在在的显示了 银行已经是获利巨大 而且已经啊 这个获利金 复合敌果 我们今天要讲说 台湾人一句话说 人两家钱四家 人两家买 跟钱四家担是没法担 银行是钱四家 钱滚钱 资本主力 资本利得者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获利者私人拿去 银行拿去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风险竟然要人民国家来承担 只因为 他说这个风险啊 是会伤害人民的 就要求国家来买单 我们要看这样的逻辑啊 检视最近这几年 以美国为例 占领华尔街行动 席卷的全球 正式向金融霸权宣战 抗议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引领下 各种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及的高杆档财务的方式 还有金融的炒作 让华尔街的炒作人士 极快速的获取金元的财富 通过私有制的分配 以至世界的财富便集中到百分之一的少数人手里 导致严重的贫富不平均 该行动凸显了人民对金融制度的这个谴责 以至于说不仅是金融体系的稳定 以及不允许金融产业抽取过度的利得 甚至是不允许金融的投机操作扭曲 和摧毁大众的生活 欧洲已经将金融税者改革列为政策的议题 况且经济学也已经有广泛的共识 针对金融制度金融交易商品 债券衍生性金融商品 大规模的外汇交易 课征交易税 罗宾汉税等等 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再讲一次说 风险来自哪里 不要以风险来恐吓人民 风险就来自于 就来自于政府的不管制 就来自于完全的自由化 风险就是来自于你们所宣称的政府雷厉风险要推动的自由政策 这才是真正的风险之所在 而今天我们看到国家 国家丧失了正在人民保护人民的立场上 国家不断的在自由上再自由 不断的在开放上再开放 所以把这个风险 国家还有这个业者自己想要的风险 然后建构在这个承担要人民来买单的这个风险 绑架人民 绑架了所有的存款户 绑架了这个社会和国家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修法 试涉到这个赋税正义 试涉到这个国家要站在人民或是财团那一边 也试涉到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安定性与否 唯有修法金融体系才会安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